大家好 这儿有一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些资讯 提供了某一个角度 他说这个李克强呢 也是红二代官二代 而且他父亲不叫李凤三吗 李凤三呢 他说是 当然李凤三我们知道是安徽省 这个地方治史治办 也叫文史馆的副主任 反正也是个副厅级干部 他说这个李凤三 也是中共党内大佬万里的一个心腹的老部下 这个也对 因为万里在这个安徽当过省委书记 是吧 那个年代万里也是邓小平的心腹大将 是吧 那会儿不有个顺口溜吗 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 邓小平的两个抓手 两个这个得力干将 两个政绩的来源 一个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 一个是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 他们搞这个农村的包产到户啊等等的 还是有成绩的啊 另外这个我昨天前天这几天的节目说过好多次 就是说这个李克强 他插队文化大革命大部分人年轻人都插队 插队落户到农村 他去的是凤阳 而凤阳是他爸爸李凤三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 那他一定是获得了照顾得到了好处的 对吧 包括他当年考北大 有人说这中间是吧 或多或少的啊 这个就不清楚 但是他在凤阳一定那就是他爸的根据地 对吧 当地人谁不给他爸是吧 给他爸点面子 照顾他儿子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对吧 这个那他爸比如说离开凤阳了 那升到安徽省会 升到合肥去当官了 升官了 那继任者 当时的凤阳的县委书记县长 什么人大主任之类的 对不对 包括乡镇的 肯定都是他爸的门生顾利 对吧 另外刚才那个朋友也给我提供说 他的老婆李克强的夫人程洪 的父亲程金锐 这两天我也给大家聊了 是502厂 也叫郑州旅厂的厂长 然后这位朋友说他爸是副部级 那也有可能 是吧 因为这个不管是轻工业部的 重工业部的 机械部的 还是什么兵器工业部 不管这502还是航天部的啊 反正他爸那工厂 两万多人 他爸是厂长 对吧 因为这个中国都一切的一切都按照级别来套的 是吧 比如说北大清华 北大清华的党委书记或者校长 一般都是副部级 对吧 他是教育部直属的 就是重点院校 但是有很多大的国企的级别也比较高啊 即便不是副部级 也是个厅局级 对吧 反正是两万多人 对吧 而且国企 他有大量的资源 是吧 反正政府里的这些人 你想想 副总理刘延东 他爸爸叫刘瑞龙 对吧 原来农业部副部长 后来嫁给了一个姓杨的 刘延东的老公姓杨 在北京做房地产 那么 是吧 说那位杨先生的父亲 也是农业部的副部长 是吧 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李元朝的爹 叫李干成 也是 是吧 华东局的啊 在上海江苏那边做官了 都是这批人 所以呢 就老百姓 是吧 我原来说过啊 大概中国副部级以上的职位 两千多个 然后这当中80% 都是红二代官二代 或者官三代官四代 红三代红四代 你普通老百姓 当个副部级的机遇啊 机率概率 都是很低的 整个中国都是共产党的 这个儿子们 孙子们 重孙子们 徒子徒孙 三大帮 是吧 一个叫秘书帮 是吧 或者叫秘书党啊 都是这帮当秘书的 升上来的 有这么一批人 包括温家宝 他的中办当主任 也是个大秘书 对吧 包括还有就叫 最根正描红的 像中国的一尊 习 是吧 他们这一个叫太子党 还有一个叫女婿党 也叫孤业党 这批人也很多 你娶了老领导的 是吧 闺女 像王岐山呀 这批人 对吧 当然太子党 根正描红的 还有薄熙来 是吧 最近很多人给我留言 说薄熙来已经死了 难说啊 还有人说薄熙来被放出来了 就是被软禁了 弄到了江苏无锡 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在那养着 就类似于后来的陈希同 那个状态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是吧 死了 被弄死了 也有可能 是吧 薄熙来的白手套 徐明 是吧 马上出狱了 这不是死了吗 说死于心脏病 还有的人说是活活给捂死的 是吧 有的人摁着 有的人捂 反正 是吧 打一针 被肝癌 反正对吧 这种事都有可能 是吧 反正现在有不同的说法啊 有的人就觉得 哎呀 李克强也不容易 李克强你看看 也说了好多人话 什么人在干 天在看 六亿人 收入一千块 是吧 什么什么 你们这个权力不能任性吧 是吧 完了之后 这个怎么怎么地吧 嗯 嗯